8条烟 8条烟 今晚我们有两个核弹去介绍 是 好 想不到 盲秋 我们叫Bryan Box 比较帅 Bryan Box 也有高达 我以为Bryan X Bryan X 也可以 Bryan No 也可以 Bryan Chan 又可以 好了 因为有缺氧的关系 我们先说两套核弹 Bryan Box 即是在Designer Toys店 卖的 先多谢斗雄先生 Fighting Bear 两套 在哪里?斗雄 没错 信和中心18楼 18楼 18楼向右那间 右边第一间 不要去左边那间 不要去 去错不重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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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友 千万不要去左边那间 是啊 去右边那间 去右边那间就没有这些卖的 在左边那间有这些卖的 好 逆归正传了 是 说哪一盒先 先说高达先 万年开 有趣啊这个 是的 很多高达的私兄们呢 特地分了高达的 高达这个 这个 同路序的 是的 就是这一套 这个 这个开不开的 这个是开的吗 这个是开的 其实已经开了 因为有人很喜欢 一些 已经偷步的 帮人们开了 但是其实每一格子里面 就不止 这边有八个 Dolet Me 应该是 也有点心思的 这边有七个 其实 还有三个还未开 我们现场开 现场开给大家看 很有型的 通常的Brand Box 都有一个叫做 Outa 去接着方便 别人摆起 这个 这个不是Bandai 不是正式Bandai 但是授权 不是老翻 你会见到 它有一个Bandai logo 你这个合体就看到 有吗 有的 这个就有了 Bandai Lamco Bandai Lamco 真的很少高达产品 不是Bandai 不是Ban Presto 也很少 也很少的 是的 之前德国也买了一只 Corsofa的高达 是 但是我们就抽不到马沙 我认为很难 因为这么大只都抽 那只要几百元 是的 这样抽到很大 好 大型盲盒 那我们没有人拿机关系 看完了 桌面 是呀 款式不同的 没错 我们是 看到这个有 是的 可能会不会 其他那些没有逼器的 我们这一盒盒 开出来 就只是这只圆式高达 可能是这样的 即是说 其中一只有枪有盾牌 其他那些就这样站在 会不会同其他色 例如另一盒是这只 就不知道 很难分解 大部分的都是 没有枪没有盾牌的 没错 作为一个贪心的导演 已经 为什么要认贪心呢 因为他不出声 你用贪心两个字 不足以形容你这一刻 所作所为 没错 目测 这样说 摆桌面的感觉 是良好的 因为是全上色 这是一个意外 合弹 就是一个 叫做合弹 我心目中可能是一个 比较不是很贵的产品 我以为 放在这里 观感是良好的 OK的 像是上色完成品 虽然没有渗线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 RX228的造型式 包括有这个 闻所未闻的 迷彩 你真的没见过 这个迷彩 好了 Brian 请你放在前面 就是这个隔离兄弟 这个迷彩有点像乳牛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吃了铁的乳牛 18楼买就是18楼养的牛牛 另外 有 原色的高达 蓝色也是选得漂亮的 我喜欢这个蓝色的 我自己继续模型 它那个G3也是不错的 也挺特别的 因为它有三只蓝色 它将平时高达产品 会看到的几只蓝色 混在一起来用 很贪心 我觉得挺有趣的 谢谢 好 接着 因为Brian 要你遮住镜头 最右这只 说最右这只 拿过来 做什么 这只应该是roll out color 我们看惯歌 version 可能是有点银色 它没有用到银色 它有三只蓝色混在一起 之前有些G3是蓝色混紫色 另外一些G3是灰色混深灰色 它这只将蓝色灰色放在一部机里 它是三只不同的蓝 三只不同的灰 其实你看盒子旁边也有些分解到少少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那纳罗呢 我不知道嘛 roll out color roll out color 就没有银色 但是我觉得也OK 没有银色的版本 也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再出版本2有银色 看官图肯定是跟完银色才有武器 看回这个 这个 另外这个就是real color 它叫做real type real type color real type color 现在那么有创意的颜色 要什么名字呢 artist color artist color artist color 这一盒是半只独特色 有有有 secret 2 secret 2就是原色有盾有枪 就是secret 2 但是听说这个secret是透明的Rx78 和马砂砖用高达的 是的 所以 都是那句 我们是这一盒是完全不中的 如果这么说 你secret 2 就可能是 其中一只色加有枪有盾 好 有图有真相 我现在找到这些图 即是说secret 2 可能是任何一只颜色 但是有枪有盾 就叫做secret 2 好了 先把图出来 透明的 彩透 彩透 还有一只 左边右边的就是 马砂 实物就学上那间1807 18楼右边那间 不要走错了 18楼除了有七仔之外 也有红仔的 那么彩透 我自己觉得马砂色是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其实两只特别买一只 试试 你还没开完 咦 还没开完 不开了 不开也没用的 因为我看到一张卡 看到了 你试试 我看到开了一刻是打到那里脆的 哦 开了 哇 黏到这么紧 黏了底 就是这三只 哇 破坏了 不要紧 啊 我已经看到不是了 脆位 不出包的 快快 我先进入镜子 好 既然大家很兴奋 这么开心 试试 德国坐 不用不用不用 是负责包的 这么容易撕的吗 有人都拆 又是彩 又是原色 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们对下没有分别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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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录外 没有啦 老实实 价钱不便宜 120元 120元一只 既然你用录外很漂亮就要玩了 QC 普通 不要介意 不算很好 优点 外形是漂亮的 缺点 第一 其实如果有一些 配件设计的朋友 不妨想想想 再设计的配件 不太差 我真的觉得很简单 OK啦 当然是这样啦 QC问题 对 真的 真的 是 比如说 边位 其实都 不算很精细 没有 有少少问题 我估计 每一只边 都凹了 和好像 烂了 不算很漂亮 但是 以 对 以一个这样的核弹 产品来说 中辉中举 不过价钱 不便宜 所以我觉得 希望 我会支持 因为高达的合换 还要是 全上色 还有全上色 真的很少 所以希望下一弹 都就着QC 或者可能本身就着 package design 可以再想一想 更加精彩 反而我是很有兴趣 要一只 然后回去渗线舊化 加上续贴 很漂亮 因为它已经上色 最烦是上色 那你当过手印 我刚才发现原来它的头是可以拦的 是呀 手可以动的 拳头都可以转的 可以拦的 这只就是有人霸了 拦了头的 还有眼睛 原来它都是透明件来的 是吗 是透明件 它有金色底 所以其实是漂亮一点的 拍照会漂亮一点的 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透明件 是 看得到 shining shining 我觉得 它不知为什么 它的关节位不做波哉 如果它的关节位 譬如大腿 做波哉 怎么会做到很Q的动作 就会 不好意思 如果它做波哉 大腿就有得玩多一点 或者肩膀这些位置有得玩多一点 它有一拳头也有得转的 但它这个位置纯粹是插笋的 是 我觉得大腿有点可惜 如果大腿和头都是做波哉 就会多一点东西玩 就是摆下动作有趣一点 对 高手会改 是的 高手会改 现在就是一个 类似是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叫Q版 我也不懂 它是deform了 算的了 是deform了 那你又要加少许分给它 其实deform不是每次漂亮 是不是 以你这么有经验的 我始终给它分 就是它全上有色 或者是色漂亮的 我很喜欢它这个高达的蓝 还有它玩倒神 它很黄 也是有点暗淡的 就是暗的黄 其实这颗色是很漂亮的 自己继续就不会搞这颗色 即是黄是灰灰黄黄 蓝也是有一种沉沉的蓝色 还有一个秘密 叫不是香港没有给地方卖的 好像没有行货 还有它是 只有500套暂时 哦 但是你说之后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它现存的货 只有500套 很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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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少少 少少个叫做收藏价值 这样叫做 一两只放在桌上是有趣的 ok的 好 接着你又拿第一盒 没错 那继续吧 希望斗虹有在看 应该也有在看